书首播菩提道登论中文教学 生命电视台将于每星期六晚上七点同步直播 每隔周星期五晚上九点重播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原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原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原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原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原时间当人替代了则纳 原时间谦逊多过于浅满 原时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原时间谦逊多过于贪婪 原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原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垮 原生命虽然聚散虽欲扬 烦恕不辞 原始人战录 原始人战录 原生命虽然聚散虽 原始人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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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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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他能够碰到这个咒语 或拿到这个咒语 他一定要百千万节有福报 才可以 请大家拿法会读书本 请翻到第四页 我们现在要来做八供养 十种供养 佛陀是无上圆满福田 你在这个世间不知一百亿美金 做很多善事 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都供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 所以各位要不断不断的去做供养 当然供养除了对佛陀的尊敬 感恩 令佛陀欢喜 更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哪一天 也能够 做佛陀在做的事情 承担佛陀帮助众生的责任 我想就像一个学生 去尊敬老师 如果这个学生将来跟老师做的是一样 老师就很高兴 所以佛陀存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救度众生 救苦救难 所以我想学佛就是学习 帮助别人 救苦救难 但是话又讲回来就是说 你要帮助别人 一定要先学会帮助自己 比如说一个妈妈 妈妈生气了 你去跟儿女讲话 你讲的话再有道理都没有用 因为你只给她一个生气的压力 那佛陀里面讲的是用平静 你自己自在了 你再去慈悲可以 就像老板 老板就说 我银行贷款那么多 你们好好赚钱 跟你讲了一大堆赚钱的方法 事实上这家公司已经不太赚钱了 因为这个老板自己压力很大 那为什么会有压力 因为他有所求 比如说开老人院 开老人院的第一个动机是 照顾老人不是赚钱 当然哪有可能 开老人院就是要赚钱 开来干嘛 但是你要调整 因为老人就像爸爸妈妈 兵治什么 如归 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 当然我们会这样讲 但是你要真心的 赚钱是自然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把老人都当作 自己的家人来照顾 那别人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你自然生意就会好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 就是有很自私的 赚钱 那老人变成一种工具 那你可能就赚不了钱 所以那我想 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那你这个 你工作的意义是要服务社会 透过电脑 透过医生 透过买卖食物 透过买卖衣服 动机是这样 那你这个就是你要挑 当然我说 我知道我要赚钱 但是我故意调整成这个动机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说你不会生气的 你没有欲望 那至少我在修行的那一刻 就是改变一个动机 因为我要学习佛陀的智慧跟慈悲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 但是我要学 那个时候你就会没有压力 因为这个佛陀不会给你压力 但是你会被他感染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 原来不求自来 我只要努力把事情做好 他自然赚钱 你不要双管齐下 是赚钱压力也大 没钱压力也大 这个叫两面夹工 拉土两头烧 所以就是因为要赚钱 所以你更要平静 这样 那平静你就会有效率 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说 那修行就所以我要告诉我 不能企图心太强 不能目的心太强 不能排着对立的心态太强 如果有这种对立的心态 排斥的心态 那你给对方 虽然你语言文字讲得很好 你脸笑得很灿烂 但是对对方知道 你后面藏一把刀 不小心就把我给杀了 所以就会有压力 所以我发觉现在 子女如果精神不安定 都是来自于父母的问题 因为父母给的压力太大 你好好读书 你不好好读书 妈妈跟你爸爸离婚了 你就靠我养的 你儿女好可怜 他们将来就自闭症 这样 很脆弱 所以我们不能把压力 拿给别人说 你不好努力 你会这样 这个就是一种恐吓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假设就算你是离婚了 没有问题 我们好好生活 吃还是会吃 没以前人家那么好 那就好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可以做得快乐的事情 去喂鸟啊 去哪里啊 你自己放轻松了 然后这个气氛就来了 家里就很和谐 然后吃起饭来就很快乐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压力长大人 我现在就觉得 我受的苦太多了 并不是没钱 我爸爸很有钱 但是跟他吃饭就会胃溃疡 就会抽筋 然后因为就赶快一顿饭 最好一分钟就走 还不能走 吃一顿饭十分钟 他要骂肩念三十分钟 大加持大灌顶 然后你真的是 然后在这边 然后妈妈看我 我们兄弟互相看 很痛苦 希望爸爸不要回来 所以我妈妈有时候会打电话 你爸爸不回来 全部人都回家了 虽然爸爸给很多钱 但是很痛苦 当然爸爸想法是 我为你们好 这个社会很不好 我要让你们成为 个个比我还高 这样 是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他不知道 快乐不是建立在成功 读博士 很有钱 但是世间人 如果你把快乐建立在这个 当然压力就会很大 快乐建立在你的心里 接受你自己 然后你煮出来的水也好喝 你炒的菜也甜 你的微笑自然灿烂 但是如果把快乐建立在 金钱外表地位 那你那种是假的快乐 所以当然是 所以我们现在要供佛 我们无所求 对不对 我们从心里 接受了佛陀 感恩佛陀 而且我们含着悲心 现在我们供养是 为所有众生 所有国家 所有贫穷者 而且我们生起一个 圆满的心 佛陀啊 我将来要跟你一样 成为一个佛陀 来帮助众生 来接受供养 因为佛陀接受供养 不是为了他的快乐 是他可以把功德给你 就像一个小孩子 你供养爸爸妈妈 一百块 事实上你多赚了一万 因为孝顺嘛 爸爸妈妈不是要你的钱 而是知道说 你这么孝顺 爸爸妈妈很高兴啊 所以我们怀着这种 这种平静心 恭敬心 慈悲心 一起来供养 当然供养我 虽然各位手上没有拿花 但是念一下 用心供养 你的心最重要 用心供养 但事实上 现场也有真的花 还有局势代表 拿着香 等一下拿着花 拿着灯 那我希望各位 每天都要念一遍 这个本子 明天如果念完了 那各位就跟他们 一共菩萨请 在家里每天念一遍 这上面画了香 你在你的佛像前 佛经面前 每天做供养 这个供养会念 心然五分 真正的供养 是你心里面 内心里面的慈戒 禅定 智慧 解脱 解脱之见 是一种内心的供养 所以我这样比喻好了 阿弥陀佛就希望我们去极乐世界 你合掌说阿弥陀佛 我愿意去极乐世界将来成佛 对阿弥陀佛最大的供养 阿弥陀佛还说 阿弥陀佛我要去 我要带个一千人去 我现在让别人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不是说爱面子 阿弥陀佛说 你来极乐世界 你就可以脱离轮回 将来可以成佛 他是为众生的 所以希望你在家里 天天这样供养 当然这十种供养 也代表成佛的十种不罗命 圆满 所以 那如果你经常很认真的 这样去观想 供养 对你的内心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们的内心 是在长期的压力 长期的对立 长期的失望 所以已经让你很累了 很痛苦了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休息 休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 但是至少什么都不想 没有压力 然后再去想好了 这个意思 什么都不想是智慧 然后呢 去想好的 帮助众生的变慈悲 当然修行最高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达到 再复杂的环境 你内心很平静的智慧 这是一种空性 为什么 你再好再坏 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瓶如云炉 应作如是观 名为正观 就是正确的了解 那各位要练习 要练习 千万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房子 它是房子 价钱多少 你会有分别 但是你要想想 它只是这一些组合物组合的 这样 它的功用 是可以给大家来办法会也好 聚会也好 它有它的功用 但它的存在 是一种假象的存在 各种会变的物质的 暂时的结合 这样而已 那你要习惯 所以它是虚幻的 你不要说 我的房子 我的钱 你就会痛苦 你的 那我就不关心 有这个分别 所以一切都是平等 幻化的存在 但是它怎么去发挥 功能价值 这样就好 连这个身体 你都观察过 这个身体 地水火风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的意识 结合起来 所以这里面 这个没有一样是我的 地水火风叫 色受想行事 没有一样是我的 属于我 或我在里面 这个我 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各位你要经常跟自己说 不然有些人不高兴 我不甘愿 我不甘愿 他告诉自己 我要找他 我要跟他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你就一直在制造这个 很痛苦的压力 我要得到他 我要抓住他 我不要他 这些都是不该想的 因为连我都没有 哪有他 所以 而且是 大家平等 所以当然 学佛各位要有 思想的转变 而且像我自己老实说 我是习惯于 每天跟自己说话 而且说的都很简单 按照《般若心经》 来告诉我 我的空性是什么 追求菩提怎么做 念阿弥陀佛 那我现在就在往生净土 而且我要带着众生往生净土 而且希望众生孝顺父母 受持善规发菩提心 然后就一直在 这样念阿弥陀佛 而这个没有说 谁高谁低 谁久谁近 而是你就要维持这个状态 从一开始呼吸 中间呼吸 最后也还在呼吸到没呼吸 这样 那这个就不间断 就不间断 学佛很单纯 千万不要有一个 现在我发现很多学 有一个次第 这个低 这个中 这个高 然后谁要追求低的 你会把低的当作一种跳板 而不是实修 我做完加行了 我读完书了 那我最主要是要达到这个 中间你都不实在 这样不好 因为每一样都是很踏实踏实的 去融入它 去享受这个法喜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 这个我才法喜 这个叫我去拜佛 这个我已经拜过了 现在不拜了 所以我们是从头到尾都要拜佛 从头到尾都在忏悔 从头到尾 这叫不间断 千万不要把它割开 割开以后 变成高跟低的分别 你还是没学到佛 学到佛法是什么呢 你也讲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就是每一个 这个东西我永远都在呼吸 我永远都在修加行 我永远都在空性 我永远都在上供下施 吃饭也在上供下施 饭拿起来上供 布施给你自己 包括你里面内在就有六道众生 内在就有佛性 吃饭当下就是上供下施 所以而且你吃下去的饭 产生了气味 然后就在供养 就在做烟供 透过外在的这种烟供 放到内在来 天天我都在点灯 因为我生起空性跟悲心 所以什么叫点灯 念一下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由 大信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那你在点灯了 了解吗 当你一生气又贪嗔痴 你的灯又熄掉了 无明 所以你要保持明的状态 不是说点灯这个仪轨 深还是浅 它没有这样分的 因为每一个仪轨 每一个念佛都是让你在当下 所以供养也不是 我们只是把这个供养 供养到你的意识里面来 你二十四小时 哪有不供养的 二十四小时都在上供诸佛 下师有情 净化自己 以上供诸佛圆满菩提心 以下师有情圆满大悲心 以净化自己圆满空性 念佛念法念身 从一开始皈依 到最后成佛都不离开山皈依 包括你成佛的净土 也是叫人家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说 佛法没有深浅 没有说先这个再这个 佛法没有这个深浅 我想每一个佛法讲的都一样 只是文字深跟文字浅 孝顺就是孝顺 没有说现在孝顺以后不孝顺 孝顺就是孝顺 它是一个心态展现出来的行为 但是千万不要把 因为就像有人跟我说 海藤法老师你天天放深 你不讲一点深的 这样 我说放深最深 慈悲最难 为什么你每次讲的都是这么浅的 你会讲一些 讲一些什么 我不懂了你也不懂了 大家一起不懂听吧 然后就觉得很深 你也听不懂 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要去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不要谈 因为谈的没力量 所以你自己有认真在做 大家鼓励我们互相来修悲心 大家鼓励可以 因为我也朝这个方向 你也朝这个方向 所以那你现在是如此 所以我想各位如果 现在我们去帮一些穷人 送给他便当 你快不快乐 那个就是佛法 升起 想要去帮助他就是悲心 去实践他就是菩提心 就是佛在做事情 做完以后放下 那就是在空性里面 所以念佛当下就是佛 慈悲当下就是佛 愿共当下就是佛 上共下世的当下 都在做佛在做的事情 那你要让自己再讲 那以后上班也是佛 下班也是佛 健康也是佛 生病也是佛 佛教教理 在生老病死轮回各种的因缘 保持觉性 觉性 那就是佛性 知道他来了 知道他去了 知道他快乐 知道他痛苦 而不是断灭他 不要不要不要生气 硬忍忍久 你会生病了 我是气一秒钟而已 所以 给我一个 但是我从这个气 生气里面去观察 从这个欲望里面去观察 从傲慢里面 用佛法去超越他 这个叫智慧见 智慧见 在火里面断除烦恼 火焰化红颜 这个是当下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世界 当做一个净土 每个人当做一个佛 也当做一个将来可以成佛的众生 去对他供养 所以用嘴巴赞叹对方 就是供养 用好的眼神看到对方 是供养 各位不要眼睛看的对方 你爱我吧 那些恶鬼道的供养 你在饥渴 饥渴 做生意的人 讲了半天 你钱给我吧 那不是供养 那是一种 一种贪欲的语言 那这个社会 变成大家有所求 执着 有目的 所以我想你在那边微笑就是供养 你用心尊重的对方 是个未来佛 是个供养 你用语言 去赞叹对方 去让对方学佛 那是个供养 那我们是 以对佛的这样尊敬的供养 变成24小时在上供下死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去做好事 那马上就感谢爸爸妈妈生我 这个就是供养 回向给鬼道的父母 那也是供养 因为我在做这些善事 那佛教的最基本的 也是最究竟的原理 念一下 缘起信空 这个空不离开缘起 因为离开外在的我们不能存在 所以 刚刚念的三宝 护法善神 六道众生 冤心在主 就是让我们这一颗心 跟整个法界合在一起 佛的法界 菩萨的法界 声闻言诀叫四圣法界 然后天道 阿修罗 人 地狱鬼道出生到六凡法界 喝起来叫十法界 所以你用一支香 你用一杯水 你用一颗心 你用你的声音 那你就要跟 跟所有法界众生 连在一起 这个叫空性 空性 就是跟万事万物 产生依赖 产生连结 而不是执着 什么意思执着 执着是我不理这些 我只喜欢花旗 他说不管 那就是执着 执着会有压力 所以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那是妈妈爱小孩 他就会给他压力了 有压力就会对立 因为你不懂了佛法 那你就跟对方对立了 佛教里面讲的是 就是平等无分别的爱 就是无染清净的慈悲 所以 那各位要每天跟法界合在一起 用个灯 用个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我都供养 十方诸佛皆欢喜 阿弥陀佛 然后呢 诸佛复杀观而 护法善神快乐 六道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 希望他们心在极乐 他马上就往生净土 但是他要放下 我在做鬼 我在做人 那你就分别 所以离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离一切相 极见诸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空性展现出来的融为一体 所以念下来 生命共同体 你不能离开我 我也不能离开你 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太阳为我们存在 我们也不能离开太阳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形象不一样 是土 是花 是灯 事实上 土 就是花 因为 这个花烂了 归泥土 泥土里面才有营养 在长出花 草 树木 那这些 你要多去思维 所以大乘佛教 佛的思想叫空 展现出来是悲心 他就是告我们 那现在各位是个体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为什么对方有钱 为什么我穷 为什么他漂亮 为什么我丑 事实上各位 你的儿子长得很漂亮 你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你快不快乐 你不会嫉妒他 你会长得比我还漂亮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有分别 你的好就是我的好 你的不好也是我的痛苦 因为你已经练习了空的 包容的 合在一起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会觉得痛苦 是因为你把希望建立在一个小小的点 叫执着 那如果你会觉得快乐 是因为你把希望 跟法界众生合为一体 就像我们现在上供下施 那这个跟在家没关系 跟出家没关系 是你要不要过这种心态 当你开车的时候 愿全天下开车都平安 不是你在开车 你是为全天下都在开车 愿全天下的友情 都跟我一样在念佛 忏悔 因为你在忏悔的时候 你在念佛 诵经的时候 引领的是所有天下的众生 朝向三宝 供养三宝 离苦得乐 那各位要开始过这样子的生活 这个叫入法界 法身 清净法身 所以而不是跟法界对立 所以佛陀讲得很好 因为缘起信空 所以你骂别人最后你一定被骂 你保护别人也会被保护 你爱这个世界 世界被保护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在美国还没赚到钱 因为你对美国不好 你要经常做事情都为美国做 你在美国这个土地种福田 那你在美国所做的一切 它都会回馈你 但是不要利用美国 不要利用别人 不要跟对方对立 所以你现在得癌症百分之九十 医生说你会死 但是你心态改变了 百分之百医生说你好了 因为你不让癌细胞再增长了 癌细胞本来是存在我们身体的 是你让它扩大了 但是你心态改变了 那些痛苦的细胞不再增长 快乐细胞就起来了 我想无名就是误会的意思 你本来很恨这个人 原来一场误会 对不起这样 所以各位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不会跟他对立 不会误会他 你所爱的都是过去你恨的 你所恨的都应该你要爱的 所以佛陀说 冤亲平等看待一切 那你只要相信 当然我有时候会 请他们讲讲因果的真相 因为你们不相信 如果各位完全相信 今天我们聚会在这边 这是我们好几次的约定 学佛了要继续回 但是过去都有缘了 然后我们聚会大家一起来 帮助整个地区整个法界 所以那这个有类似的因缘才可以的 所以那我们把握这个因缘 但是这个因缘永远没有散掉 为什么 把今天的法喜放在你心里 好不好 永远在上供下侍 放生不是我明天才去放生 而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放生 都在慈悲 时时刻刻都在焉供 时时刻刻都在点灯 时时刻刻都在上供下侍 不过话讲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各位 你要散发一种 念一下快乐 自在 幽默 没有压力 拥抱众生 不对立 所以各位最好 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老太婆 或老先生坐在路边 哈喽 哈喽 就是念阿弥陀佛 祝你快乐 你要我念什么就念什么 反正我哈喽里面充满了祝福 但是你不要有一个心态 放一个石头 石头还好听了 放一个手榴弹 你要对我不好 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丢掉 这些东西丢掉 因为看人要看心 对不对 你以为原文这讲的再好 你这里面有虚伪 有傲慢 有自卑 这个没什么 所以我觉得特别女孩子 我今天打扮得漂亮才出门 不然我不要出门 你给你自己压力了 今天我很有钱我就 嗯嗯嗯嗯嗯 我是有钱人 你没有看到我头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会看我车子那么高 因为你没有掌握你的心 才是最美的 叫如意宝啊 菩提心 但是你用外在的东西 来填补自己的空虚 这不好 夫妻之间 千万不要给对方压力 你一定要爱我 你不能离开我 对方要求 所以各位你要修行啊 修行是一种和谐 所以我们出现的 叫和尚和和 你对我好 我给你和 你对我不好 我也和 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 你今天骂我 明天搞不好 你会对我好 这样啊 你这辈子伤害我 下辈子你会对我更好 因为你伤害过我 那你这一点对你来讲 对你好对你我不在乎 因为他只是一个因缘果报的现象 因果嘛 所以因果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忏悔 可以制造新的善的因果 但是他不是永恒不变的 不变的是空性 展现出来的平等大悲 那这就是我们要过的生活 但是不是说告诉你这个 你每天就在研究佛经 不是的 你就用这种无所求的慈悲 去做医生 去做护士 去做经理 去做餐厅 去做太太 去做先生 那你也把这个心态 用在你的人际关系 给别人快乐 所以我一直不喜欢 讲太多经 或是太多理论 这种东西 因为我怕很多人 又跑到理论里面去了 认为说 学佛就是越远就越深 越爬越高 问题呢 离自己越来越远 觉得奇怪 还是不踏实 还是找不到那个点 所以我发觉很多出家人 我到纽约才发觉 原来纽约出家人有好几千人 因为他们离开了 离开了家乡的寺廟 是印度 这个地方 有些人是佛法用不到 用不到 修了一辈子的佛法 读了一辈子的经论 他用不到 他没办法跟社会融合 他不知道活在当下 他制造了一个假象 所以在这一点 虽然很多人有学各种不一样的法门 但是呢 我们讲的叫心地法门 当下的自在 当下的平静 平静反射的光 大慈大悲 一点都不用勉强 一开始你要故意去勉强慈悲 到后来慈悲变成很自然 叫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从有到无 所以 那最主要是你要开始练习 我想各位从今天开始你要回去观想 现在我得癌症了 人家来看我 哈喽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不要说 我怎么会生病 有没有钱啊 你们同情我啊 你把你自己的快乐定在别人的眼光 我给你你会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孩子 师父我什么时候结婚啊 嫁给阿弥陀佛 不要嫁给一个凡夫男人 你会看不起他的 嫁给真理 所以就像我这个男人 我已经体悟到这个道理了 我不需要爱情了 我不需要金钱 我不需要地位了 我们出家人存在的目标就是奉献 无所求的奉献 不要囤积金钱 就是奉献 好 因为走到哪里 哪里不是道场 因为有智慧 有慈悲 有爱就是道场 到湖墓区也可以 到路边也可以 喝咖啡也可以 星巴克OK 可以谈佛法的地方 可以表现佛法的地方 因为你在那边吃饭 吃得很安详 微笑 眼睛看着对方 嗚咪尼法吉利喉 耳朵听着对方 嗚咪尼法吉利喉 嗚咪尼法吉利喉 这样 因为你随时在表现佛法 这个餐厅 大家纷纷扰扰扰在吃饭 吃鱼 吃虾 吃肉 没关系 超度大法会 那我一定要进去里面吃 才可以超度啊 叫来的素食饭菜 再替他们上供下诗 念完了师父呢 法会办完了 不知道我进去干嘛 超度人 超度动物 超度老板 超度厨房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 佛法不是这个硬体 它是个方便 也不是说再好或不再好 如果你不会用它 它变成浪费 佛法是在净化人心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今天开始学佛了 至少先学到什么 快乐 亲切 自在 柔软 关心别人 像一朵花 你要给别人感受到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不要穿个衣服 我是老板 我是美女 有没有看到 对我们来讲 你是乞丐 好可怜 所以佛陀要我们过那种 没有钱 没有装饰 什么都没有的 一个生活 为什么 因为有佛法的喜悦 有智慧 有悲心 这是我们唯一的财产 所以我经常念这句话 我觉得很好 念下来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这样就好 好在各位 有点穷 不然你才不会来学佛 那现在你以前 有钱的要命 骄傲 对不起 学佛 我还在搞我的办公室 大楼 看车子 不然人家不知道我有钱 所以佛陀说 没关系 等你痛苦了再来 没有病的人干嘛来找医生 对不对 你要觉得自己不圆满 有钱怎么那么痛苦 OKOK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婚姻不快乐 太好了 你快开悟了 不是快死了 快开悟了 快去净土了 所以你要这样去想问题 所以你这样去想问题 像我们 我们不知道求什么 出门带一件往生背 我什么时候要走 我知道我自己还带好了 但是走到哪里 尽力 我自己要修佛法 我要安住在法性 就是佛性 安住在无所求的 无分别的 却了解一切的智慧 却时时刻刻观心花草树木土地的慈悲 所以像我今天在这边 我很努力 老人也是我的 这些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这些同事都是我的恩人 他替我照顾父母 所以我今天很努力 但是我讲的是今天 明天就再见 今天很努力 明天就放下 努力睡觉 努力吃饭 我每到一个餐厅 我都会去观察 这个餐厅赚钱吗 亏钱吗 那个多少钱 师傅你要开餐厅 你才知道 关心每一个餐厅 关心每一个公司 关心每一个 我们不是在接人隐私 不是那个意思 了解他 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各位你要这样 而不是说 现在你在跟这个事情 心里又在想着他 我心中有个他 然后一直执着他 看到我就不快乐 看到老公才快乐 奇怪 因为各位要 你要 现前我就要给你快乐 因为快乐不是来自于 我求别人给我快乐 快乐是 我现在给你快乐 一种 无所求的 不是给你 不是金钱 不是外表 不是身份 不是地位 我想一只流浪狗在路边 看到你摇尾巴 他给你很大的快乐 他不见得是对你有所求 他只是看到你很亲切 这样而已 他想要给你快乐 那我想各位应该 在学佛以后 不要装的是 我读很多书 或者是 我很穷 我很悲伤 因为 你看到每个人是 心中 没有任何分别的 祝福对方 这样就好 虽然伤了我 我们是华人 不认识的 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 这是我们的习惯 但是各位知道美国也会 哈喽 阿弥陀佛 但是 你现在就开始练习 虽然你可能表情 一下子很僵硬 练习不好 但是你心要练习 就像我天天坐飞机 机场跑来跑去 我就一直祝福 一直祝福 一直回向 因为我要保持在修行的状态 我在这边 念心经不是为我念心 你们不要吵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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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佛是念给整个飞机场 整个世界 整个法界 在任何地方都一样 所以人家说 阿弥陀佛放生 放不多 没关系 我只要出海 我就放完了 一块面包也可以 因为我用面包跟鱼 跟鸟结合 用水跟大海结缘 因为你能够救多少呢 今天你花了十万美金 也是一点点而已吧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话讲回来 为了别人 你一定要快乐 你要发愿 以后我再大的痛苦 不诉苦 以后我身体都痛得快死了 我还在笑 削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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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得真快 所以 那削完业障 就OK了 所以但是我还是要 利用这个死亡的 生灭的过程 给别人快乐 跟别人结善缘 因为死亡是必然的 只是我们用人类的眼光 认为八十年一百年好像蛮久的 事实上它是一个刹那而已 一个生跟灭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在这生灭里面 找到生命的道理 生命是为了解脱轮回 生命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个抓住就好 所以 你还没结婚了 可以不需要结婚 除非你要去度他 度一辈子度的好累啊 已经离婚了 你要放鞭炮 恭喜发财 因为你什么都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去 动机如果不对的 过去是满足欲望的 这个动机不要起来 现在我为什么要去上班 为了结缘 为了丰富我做事的能力 为了帮助众生 所以我去把马桶弄得很干净 或把地上扫得很干净 或把电话接得很好 这工作没有贵跟贱 只有在动机 别人分贵贱那是别人的事情 所以念一下 享受孤独 学佛的人不要 要别人认可你 不需要 如果需要别人认可我们 我们就不出家了 佛陀要我们显现跟别人不一样 全世界都误会你 你头脑有问题 不忠不孝 无情无意 跑去出家 佛陀要你享受孤独 却不断奉献 人忙心不忙 人忙心更忙 那你忙了没效率 忙到生病 很多人就提早死掉 为了得到利益 家庭破裂 怎么样 对立 浪费了 所以各位现在已经了解 佛教的意义 忙是为了劫善缘 忙是为了慈悲 不要有所求 如果你的动机 是为了照顾老人 为了照顾人健康而煮饭菜 为了让别人穿起来 又温暖 又庄严 我去设计衣服 那很好 包括各位生小孩 你要起一个动机 我生这个小孩 是要让他来 成佛 来利益众生 来消费业障 那你不能说完了 后悔了 我已经生完了 跟那个人没关系 你现在的念头 就是一个生 像我现在有 有没有在影响各位 我已经投胎到你心里面去了 因为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 已经在你内心成长了 所以你要把握 跟任何一个人相见的习惯 像我坐在飞机上 我很少打个睡 万一睡得不好看 还影响隔壁人 对一个出家人的观感 对不对 因为我都看经典 我表演给他看 看得很乖 打开窗户 哇 念 看经典 照顾他 照顾他 实际上我在照顾对方 你的水他吃饭 他在吃肉 我在吃宿 我在哄阿比达哄咚咚咚咚咚咚 说你别哄 我已经把他超度完了 人肉合为一体 人要超度 功德供养你 我都认为说 坐我隔壁 一定是我爸爸 老的一定是我妈妈 年轻的搞不好 我太太 好好供养他一下 下辈子不要再结婚了 所以 因为我要还他债 但是我 我不会 不会说 我是我 你是你跟我没关系 因为每一个人的动作 像我在飞机上 我看旁边的人都在看电视 那我就会观想 他的电视就是 迷陀邮寄 他们在看的是 世间的真相 然后就是极乐世界 这样 因为你的念头给他就好了 祝福他 验他走到那个线 那你就没有浪费 这种当下的 当下的奉献跟付出 有一句话 千万 虽然我们享受孤独 但是却不离开对方 记住喔 不能遗弃对方 不能跟对方对立 因为我跟对方是一体的 但是对方 所谓享受孤独是 别人都不了解我 但是 你是 人间的阿弥陀佛的代表 我来把阿弥陀佛的真理跟爱 跟净土的庄严 透过我的深口意跟心态 传达给对方 你要一直展现这样的心态 去期望自己 不要献出你的鱼翅相 贪心相 生气相 爱睡觉相 相由心生 记住这句话 修行人一定要相好庄严 文书菩萨相不庄严 庄严 释迦摩利佛庄不庄严 庄严 相由心生 你的心现在就展现相 并不是我黑我白我高我矮 那只是一个过去的月报 但是我现在的相 我心在佛 我就显现佛 佛的相 佛的语言 佛的声音 佛的心 去呈现出来 那也为什么 供养对方 所以当你专心在念阿弥陀佛 坐在你隔壁看到你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因为你送给他阿弥陀佛 当你心一直在念大悲咒 那你把观音菩萨的力量供养对方 因为你心在一种悲心 所以各位念咒 你还是要有前行的发心跟愿 这个正确你要很正确 念要诗咒 那我为什么要念要诗咒 因为我了解要诗本愿功德经里面的 要诗佛的十二大愿 要诗佛的修行的功德 我知道了 所以我念的时候呢 我供养 不能说光回向给牌位 不回向给人 我发现现在有这个问题 我对回向牌位猛回向 对隔壁人 嘿嘿嘿 你撞到我了 你做错位置了 各位在那边回向老半天 回去还跟老公吵架 你回向半天干嘛 你知道回向一次 还可以一个月不吵架才有用 因为你用的是佛的心去对待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所要求自己 不要放任自己 不要任性 不要随性 我们是随着我们的佛性 而不是随着我们的个性脾气 特别对家人 家人 因为你所有的修行 就要在你的家人面前展现出来 因为它跟你最亲近 影响力最大 所以你要掌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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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微妙色断练 一切时间无有灯 光明无量朝时方 日月火逐渐一样 世尊能愿一生 有情哥哥随雷劫 又能牵一秒色声 普世众生随雷劫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医中人医师 自COVID-19的预防射是预防感染 飘边当前跟失望 上有效的方式 提醒你 只要乎合物情开放的注射损失 在乘境过一生的变故 就能够近来注预防射 降格感染的风险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高兴的时代 如果感染COVID-19 容易申请严重的病发症 而是失望 为了保护处来的时代 乘有合注射损失的时代 够近来注预防射 如果最近身体有总控 或是万全白症不稳定的人 车在身体状况更稳定后 再安排注意防射 在在注射后7天来 车都观察时代 甘有注射部位 或是几分区无双看的欢迎 若是一直有症状 或是没在两天一来 变得开华 就要马上看医生 最后提醒大家 注意防射后 就要继续配合 风险的措施 才可以在我们200度的威胁 见闻如幻影 三界若狂白 愿佛义根除 陈小雪敬 福以真缘战绩 乃罪性之本空 苦海红生 如望波而不息 由众生之夜感 至长节已沉沦 受报地狱之众 勇力补处 转身恶鬼之内 常忍急需 既无泄脱之旗 宁有超胜之路 匪障如来之慈愿 和解恶趣之道玄 奏颂真权 是甘露之法石 登山宝具 足明记之幽土 普史弥留 俱超极乐 即使道场 以此普世功德 回向铁为山内 面门大师 统领三十六部 无量无边 恒河沙树 诸恶鬼众 无缘 自从旷界 直至今生 是业障以笑容 血醉浅而清净 破唐永沸 变成八德之莲词 如焰交汇 化作七真之香盖 剑术皆为玉树 刀山尽作宝山 遍界铁床 献菩提之法作 满腹铜之 化甘露之醍虎 往昔这主以相逢 聚蒙卸托 集结冤家而共会 各岁逍遥 欲主心慈 明观慈善 多生父母 从之入圣超凡 也是亲印 自此称恩或福 天上五帅不现 人间四相皆空 修罗舍尽称心 地狱习诸苦恼 何上饿鬼 化热闹而作清凉 实在寒生舍迷途 而登决安 不愿赐佛陀 他佛陀 无量诸佛陀 一切有情共振珍长 赐世界 他世界 无量诸世界 无尽寒事 其成佛刀 世恩不报 三有君子 法及众生 同愿宗旨 同愿宗旨 诸佛正法 菩萨生 实至佛陀我归 我已所求诸善根 为力有情愿成佛 书世间 随缘所乘 随缘所乘 金刚萨多败子中 啊我只能 上头说 三花耶 八辣八辣 我自打 呀我自打 杀得 我自打 祈旨 大 我自打 杀得 我自打 杀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